随着大批青年前往大城市工作 生活以及年轻一代独立自主意识的加强 独居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9月16号 贝壳研究院联合真爱网 发布90后独居青年生活真相 收获1200份有效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90后这一代人当中有近八成曾经有过独居的生活经历 平均的独居时长为2.2年 近47%正处于独居的租房状态 这类租房群体八成以上 可以接受的房租占收入比在30%以下 独居并不等于是窝居 78%的理想居住面积应该在50平方米级以上 接受租房结婚和不接受租房结婚几乎各占一半 接受者中66%的人认为可暂时性租房 未来仍需要有自己的房子 结婚成家房子仍是必需品 报告指出 近43%的90后独居青年表示自己经常感到幸福 而认为自己经常感到孤独的占26% 女性更加享受一个人独居的状态 独居幸福感集中体现在生活自由 不受打扰 不用照顾配合他人的生活习惯 有独立隐私的空间 独居期间最喜欢追剧点外卖 阅读用美食和精神食粮来治愈独居生活 与此同时 90后独居青年超六成处于单身状态 当中六成渴望在一年内脱单 只有四成奉行单身主义 难怪每晚21点至22点是直播相亲高活跃时段 在孤独感袭来的深夜里 正在积极寻找脱单的机会 现在电视记者周燕芬整理报道 您感觉并非根损员 没有救 Muito Down